2022微博电影之夜盛典已经悄悄地拉开了帷幕,众多嘉宾名单也陆续公布了,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竟然没有看到肖战的名字。 男嘉宾有朱一龙、王一博、丁真、王俊凯、李宪、陆寒、任嘉伦、蔡徐坤等,对此,作为肖战的尾粉,不免有些遗憾,不过,也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。 诗之东鱼、收之桑鱼,据2022微博电影之夜内幕消息称,肖战有望惊艳四座压轴登场,成为全场一大亮点。 毕竟,肖战是香波波,这张压轴王牌,主办方岂能轻易放大招,提前告诉大家呢,2022微博电影之夜,应该少不了肖战的身影,只是看不到肖战大长腿走红地毯的云寸身材,让大家少了一点尖叫感。 肖战作为当红顶流和主办方,都喜欢玩空降,先是吊足尾粉的胃口,让大家有一种若即若离,若隐若现的感觉,然后,结尾给大家一个意料之外,情理之中的惊喜。 这是他们惯用的表演套路,自从肖战去年如梦之梦话剧全国巡演之后,在舞台上,很久没有看到过肖战登台现场表演的消息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肖战心心念念忘不了的恩师李宇春,也被邀请参加2022微博电影之夜,趁这个机会,师徒同台演唱,见个面聊一聊,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。 肖战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,如果这次2022微博电影之夜,在现场遇到恩师李宇春, 师徒俩会不会有聊不完的话题呢? 作为肖战的尾粉,退一万步来说,倘若肖战没有以神秘嘉宾的身份压轴登场2022微博电影之夜,让大家扑了个空,看来了个寂寞。 但是,有肖战恩师李宇春在现场,此次2022微博电影之夜,你也不亏呀,你就当是来看看肖战恩师李宇春,对他表示感谢一下,谢谢他当年提携肖战的知遇之恩。 如果这点情商或者是人之常情你都没有,那么,你接人待物太不善解人意了。